一開始的話我們會聽取屋主的資訊 當然有機會會跟屋主一起討論 那我的責任就會開始說 好 這個屋主的發想是什麼 我們就會一起討論 從玄關我們希望它是比較淡雅的 進到公共空間的領域的時候 它是什麼樣的色系 然後在配置上 包含障礙的家具上 我們希望它的定位是什麼 就是從前面我們會下一個定論 就是這樣這樣的那種起承轉合 空間的舒適度 一直到結語是什麼 我總認為 住家 如果你一個常帶空間 就是你太過用造型去表演的時候 風格去表演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人都是善變的 你怎麼知道你現在喜歡這個 過了五年你還喜歡 所以582的概念其實慢慢的我發現就是在屋主聽起來都會覺得 欸對 這個想法是對的 因為我可以藉由軟裝的更換 我的5其實就是我把所有的基礎條件 我做到應該要有的品質 然後8呢我透過軟裝的變化 顏色變化讓空間呢就是你隨時你可以去做調整 而不用去裁動裝修 那你住進來當然就會久看不膩啊 你想想看一個房子 就是屋主花了這麼多錢 所以我們希望屋主住在一個非常耐看的住宅裡 在軟裝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專門的專業 包含你對於品牌了解的豐富度 而且現在我們會從國外經營一些單品 你包含到一些這種燈到取手 其實它各式各樣可以表達屋主的一種性格 因為我們一開始啊 想要給空間的感覺就是 有璀璨的璀的主題 是一種晶瑩剔透的感覺 其實這也是業主給我們的感覺 那我們就推薦了這樣的吊燈去給業主 然後分享到他很喜歡 對 然後我們就再大膽的再提出 就是有寶石吊燈這件事情 晶瑩剔透的感覺是你屋主喜歡的 然後餐廳的吊燈跟寶石吊燈 它相互回應 它其實是很漂亮的 業主他非常能夠接受很吸引的東西 很特別的東西 然後他們都才開放的態度 也很尊重我們的團隊 所以我們在發揮的空間上 就比較多的空間 然後例如像在孝親房 我們就用普普風的概念 然後提供給業主 然後業主沒想到就也很喜歡這個提案 用軟裝的方式去扭轉空間的風格 我們會依照每個業主的風格跟喜好 然後去做不同的搭配 那我們就會在各個空間 呈現不同的風格跟味道 這就是我們全市軟裝的服務 主謂的基礎印裝結束之後 他就會希望有一個軟裝的團隊 來幫他整體做搭配 包含就是壁紙的選擇 搭配的顏色 然後抱枕的樣子 包含就是掛畫的選擇 其實我們有做這樣的搭配 我們會看到網路的相機 寫著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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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